為何夜媽媽兩個女兒還在街上留戀 難道她們喜愛夜抱? 話說是Angie姐姐最近發生了個小意外 我們在香港配定來英國的眼鏡 就這樣就爛了 你為何不再配一副? 其實我們帶了兩副來 另一副的病都爛了 眼鏡爛了沒辦法 那就去配眼鏡 今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英國配眼鏡的經歷 我們就選擇了Boost這間眼鏡店 跟香港配眼鏡不同 香港可以walk in 進去 就說配眼鏡就可以了 但在英國是要預先上網做一個預約的 我們家附近有一間分店 但那個期都去到三個禮拜之後 於是我們就選擇遠一點 那就很好 我們這次其實等了兩天 就已經有期 就可以去Boost這裡 去配眼鏡 配眼鏡的程序 首先它會做一個很詳細的眼眼步驟 我們這次其實整個過程 都攪了兩個小時 時間這麼長不是因為有很多客人 也不是因為那些工作人員手腳慢 而是他們驗眼每一個步驟都很仔細 我們在香港也看過一些專科的眼科醫生 其實他們驗眼的仔細程度 其實是不比專科醫生少的 眼鏡款其實種類都很多 有些也有牌子 當然如果有牌子的眼鏡就可能要加錢 驗完眼就當然選擇一個漂亮的鏡框 看到Angie和她姐姐都很興奮 不知道他們選了什麼鏡框 希望不要選擇一些要加錢的 因為我們這次來配眼鏡 很希望不用加錢就可以配到一副眼鏡 因為始終他們在學校動得多 都會很容易爛 希望配了衣服可以戴得久一點 咦 有斬鑊了 選對了 媽媽幫你拿 什麼眼鏡來的 為什麼Angie拿了眼鏡 Angie不是你配眼鏡 是你姐姐配 笑一下鏡 這個不可以 這個不可以 這個太低似 這個太大 這個太老草 這個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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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便宜了 就是這個 這個時候就是增加職員最緊張的時候 因為她要幫Angie姐姐配鏡片 當然她會說薄一點的鏡片 加多少錢 又或者有沒有防UV 防藍光 很多選擇的 其實封劍由人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看看會不會加錢 價錢大概是幾十磅不等 每一個項目 我們又講解一下 我們怎樣上網做這個預訂 首先去到Boost的網 選擇一個ITES 然後按BOOKNOW 裡面的Appointment Category和Appointment Type 其實已經幫你選好了 就不需要再選 然後因為要幫一個小朋友預訂 第一個項目 Is this appointment for you 那裡要選No 然後進入小朋友的Date or birth 然後按Continue 然後要進入自己想配眼鏡的 那個區域 入完之後 附近區域的店 就會彈出來 那你就自己選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住B90 我們選B90那間店 要去到1月 但是呢 如果我們選遠一點去到B91 其實12月尾就有了 那都是視乎大家想在哪個時間預訂 然後按CREATE ACCOUNT 或者是Continue as Guest 然後就入了個人資料 這個預訂就完成了 它會有E-mail給你 所有東西都完成了 配好眼鏡 它會有一張 道數紙 給我們看女兒的道數 還有呢 建議她12個月之後再驗眼 那這張單就看到 去NHS那裡 就幫她給了錢 還有呢 會給一張Booking Sleep 就是給拿眼鏡 希望今天這段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在英國配眼鏡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Subscribe 拜拜